OK 兄弟们大家好 今天的话继续给兄弟们做我们6月1号 剑灰单挑赛新赛季的一个比赛 好吧 比赛的话 也是我们新开始的一个赛季 对面的话长安依依的苏黄领 观战番魏虹风的一个花果山 这一把单挑的话 两边居然打了40个回合 兄弟们 40个回合的一个比赛我们来看一下 有没有一个跌旦起伏的一个剧情 对面斯多宁的话是一个红变身 应该是一个线型的一个金脉 对面 我们来看一下两边的一个打法 观战番的话是一个花果山 对面的话是我们的一个 长安依依的一个斯多宁 这个花果山的话应该是走了一个 看性的一个路线 就看性还可以 对面飞不太动 我们来看一下两边的一个打法 两边的话都是打剑球单挑赛很有套路 就对面走的是一个风系斯多宁 对吧 应该是一个扇形的一个金脉 我们来看一下 扇形的话 反正不知道什么意思 反正扇形没有掉变身回合 就按道理来说的话 扇形的话会要掉变身回合数 那个扇形的金脉不是有那个 气血低的时候才可以用吗 对面满血的时候也能用这个扇形的金脉 我有一点点看不懂 诶 你看这对面 扇形之后都不掉变身 你看没有 是不是出 我看一下是点了一个什么金脉 扇形之后就不掉变身了吗 哦 宽怒状态下的话 使用扇形表保留变身 懂了懂了懂了 懂了 诶这个人是有套路啊 他点这个金脉啊 击飞召唤售后 获得三回合的一个宽怒状态 宽怒状态就是红变身 对吧 红变身之后 再点这个金脉 对吧 用扇形不会掉变身 所以说 我跟你说 现在打这个金蕾单叼赛 嘛风系斯托你都来了 兄弟们 那只要观察方宝宝被击飞对面的话 都会保留一个红变身啊 就是一把线 真的 财安依依依这个 自三很高啊 我靠 这种套路不能显得出来 自三比较高啊 兄弟们 曲名字是红变身 应该飞机伤害颇特别高 因为观战班的话 不是一个全力的一个滑过山 青宝宝的话 这个飞机是个伤害 属实说句心理话 也是略微有一点点欠缺 按道理来说的话 伤害应该要更高一些 可以看得到 瑞鸿峰这边的话 也是以套路为主 花火山这个速度也不快 OK 又变红色 我跟你说 这个健康单挑赛很难很难 能够打40回合 因为本身宝宝就出的特别多 不是那种环弓单挑 你环弓单挑 一人出一个宝宝都比你能打40回合 四个宝宝加一个人 能打40回合 OK 我第一次看见这种 风系丝陀影真的 关键帆也预测到对面要扇形 直接一把定神仙星解掉 所以说呢 我觉得这个战术也好破解 对吧 一把定神仙星直接开掉 对吧 定神仙星虽然可以增加自己的一个 看风啊 不过扇形这个百分之百中的 看不了 其实对面 斯多宝宝有医术 用线形这个战术是好 因为线形之后的话可以用特技 可以平坎 线形加漫天透 我觉得可以 线形之后接平坎 对吧 线形败四血翻 有漫天 我觉得会 也 也 也比较厉害 比赛15回合 16回合 脸边的话 节奏打得很慢啊 脸边就是怕套路碰套路 对面节奏也不快 线形风 斯多 观战翻也没有什么节奏 脸边宝宝 反正伤害都差不多 其实才爱欲欲的宝宝是有高级永恒的呀 其实可以给宝宝加个分关啊 对面斯多 对面为什么不飞机呢 打观战翻呢 对面打观战翻的话 不走面上啊 对吧 选择 一个一个打 逐个击破 打完这个宝宝飞掉的话 应该变身又能 还有一回合 应该要线形了 下一回合 对吧 宽怒最后一回合 线形保留变身 先线一把 那下回应该是没有宽怒的效果 下回要变身 没有宽怒 先线一把 下一回合 可以平坎了 关战翻 宝宝看性可以 玩善心之后可以破血 现在 哎 这个净回灯条塞太难玩了 真的 斯托宁都被逼成玩风系了 真的 哎 我觉得风系斯托宁也挺猛啊 兄弟们 如果风系斯托宁有异术 对吧 有这个变身 不掉回合树 我觉得风系挺猛啊 那你限去 就是一把线形 百分之百能封中 下回给宝宝下笛子 也猛啊 没关战翻三害 这一把三害打满了 一把三害 一万多 加宝宝跟 对面的宝宝居然没死 也就是说 对面宝宝有镜台啊 一万啊 就差不多 一万两千点血 对面的配数居然没有死 而且不是归宿 对面是配数 对吧 你是个归宿 一万两千点血 一万三千点血就算了 对面是个配数 还好宝宝没有神 我跟你说 宝宝神了 关战翻心态 直接爆炸 我跟你说 就这种宝宝 飞机一回合 飞两千点血 宝宝一万二千点血 得飞个四五回合 四五六回合 比赛二十一回合 关战翻还是有 劣势一点 宝宝掉的会比较多一点 因为毕竟对面有辨识 有那个扇形嘛 关战翻被打得 没有什么节奏 老被封印了 现在搞了个六十九 好多人 每天游戏里面都有人 叫我 就我这边的话 解说比赛 还是要解说比赛 学习一下他们的一个技术 好吧 学习一下 单挑的技术 单挑的套路 演完机 关加班是一个有看性的一个滑过山 所以也不怎么怕年环节 比赛二十六回合 我觉得对方飞机比较好一点 飞机还是要把关加班的宝宝清完比较好一点 因为年环节的话有一点点断对面自己的一个节奏 年环节之后的话就等于说关加班这个宝宝没有受到伤害 花果山可以输出 关加班可以把宝宝的这个劣势给 趁着这几回合给拉平 你看没有 又清掉对面一个宝宝 不过对面还有三个宝宝 背包里面还有三个宝宝 应该对面是要走飞机 飞机出宝宝或者飞机不出宝宝都可以 对面手动宽怒 宝宝贴自己又飞掉 OK 这个时候这个比赛 等于说关加班还有四个宝宝 对面也还有四个宝宝 但对面四个宝宝没有出来 关加班四个宝宝 四个宝宝只有一个宝宝没有出来 关加班三害也可以 单头也猛的 所以说我六四九计较玩花果山 我觉得花果山这三害是真高 这单头真的不讲道理 对面开始先行 先行关加班动不了也郁闷了 风脸回合下回合对面还可以动 可以起个塔 出个宝宝都可以 对吧 出个宝宝 出顺法 对吧 你出完顺法之后 那下回合对面又可以先行 所以说 你关加班要定成先行解自己 就你碰见这种斯托尽的话 你连出手的机会都没有 这妈风系斯托尽 谁能想得到 真的想不到 这个套路有点高端 你看就 就连宝宝都疯 OK 宝宝有吸收 关加班也是一个 专门打造的一个 正会单销赛的一个好 宝宝有吸收 就对面封宝宝的意思是 不想让宝宝拿技能 拿关加班的一个滑果杖 就你可以拿九转拿 消耗你的九转 但是你不能用技能拿自己 宝宝吸收真的好用 拿这个正会单销赛 反正对面打的是没有问题 对吧 连环机亲小孩 对吧 你能够拿九转拿自己 看你有多少个九转 宝宝有神佑 真的 我跟你说 还好连环机可以打七刀 真的 不然我跟你说 像大潭官府一把横扫行军 扫过来 宝宝满血神佑 这个还行 神佑之后又掉了三分之二 对吧 对面这个蓄秘都没秒了 看见没有 怕吸收 我感觉都不敢秒了吧 感觉 还敢秒 对吧 一秒就加血 真的 下回对面要变身 没凝聪 关加班直接拉几 有飞机 这一回合 让我们看完 有飞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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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加你 好 我 我是 对面一把奇妙 就宝宝有吸收的话 好难搞 对面有艺术你看没有 准备锁波 关键帆后面这个宝宝能拿起花果栈 对面这个套路是牛皮 真的 4波 观战帆我跟你说这把输的就PK输为什么会输呢 说句心理话完完全全就是被对面这个线型的套路 把节奏运输声给打 打乱掉了真的 比赛打了40回合 我们从没见过这么久的单跳 对面艺术先飞机 对面就是锁波 观战帆的配速比对面快 反正观战帆就点着人物 对不对 4波就行了 那下回我要直接 连环机新鸟宝宝比赛结束 4波也行 根本不需要连环机 打得稳一点就4波 头顶163 伤害也高 连环机 连环机宝宝有神用 对吧 OK没有神 下期我们再见 比赛很精彩